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我們要快速懶人包介紹彈射世界 5月26台版就要正式推出了 現在已經可以預載了 這款是由日本遊戲大廠SIDEGAMES 開發的彈珠台動作RPG手遊 終於等到台版啦 對了題外話 5月26晚上7點會在YouTube直播 詳細介紹這款遊戲 順便直接50抽批評看 5月27到30則是晚上8點直播 連5天都會開台跟大家一起同樂 記得要來看 順便點個訂閱喔 那我們開始介紹吧 不曉得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玩過Windows內建的彈珠台 在那個年代可是電腦課偷玩的首選 彈射世界則是在彈珠台融入了角色扮演的奧術 我們可以組隊編入6個角色 3個主要角色加3個共鳴角色 還可以裝備武器 強化角色 根據不同屬性來組出一隻強力的隊伍 最重要的還有 協力作戰 隨著劇情打敗的BOSS 會開啟多人BOSS戰 可以跟其他玩家一起挑戰 手遊有多人要素非常重要 不然都在玩單人 可以孤單擊沒絕的人 在畫面部分 人物力會精緻又香 戰鬥時只是橡樹風格非常可愛 整體遊戲節奏偏快 所以一場不用花很多的時間 要抓緊時機 和方向來進行攻擊 沒彈好掉到底下被針刺到 可以扣血的喔 玩起來相當刺激多變喔 Sidegames其他遊戲的角色 也都有機會出現在這款裡面 日版之前還跟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還有 走賀偶像是傳奇合作過 台版應該也有機會喔 好啦 以上就是 彈射世界簡單的遊戲介紹 這款我會持續遊玩喔 也歡迎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這幾天也記得關注我的直播和影片 會有更詳細的台版介紹 還有首抽角色推薦 感謝大家的收看 直播見 掰掰 表明